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由Concord Downtown Lakefront 送上的名報多蘭多5點半新聞直播 Concord Downtown Lakefront 光祝大家山山發發過好年 多蘭多的藥房今天開始接種疫苗 對於歐洲國家廷隆阿斯利康 有來接種的市民說不擔心 覺得打了更好過無打 市場莊多利表示 希望多蘭多可以盡快入紅區 安省今天的新增個案 在1092宗 多蘭多有293宗 皮爾區有199宗 愚客區有79宗 在過去24宗 完成了60619宗檢測 確診都為2.4% 最近Subbury的確診個案急性 由3月3日到9日 新增個案數目增加了5.4% 被散府啟動了緊急扎停機制 由明天開始 要由紅區發發去灰區 安省大規模接種疫苗的工作 今天才剛開始 但是包括丹麥在內最少兩個歐洲國家 因為有部分人注射了阿斯利康疫苗之後 出現了血型化而要停用 不過安省衛生廳長葉麗雅今天就說 暫時沒有計劃叫停阿斯利康疫苗接種計劃 他說這款疫苗已經獲得聯邦衛生部批准使用 無論在有效性和安全性上面都已經獲得到通過 所以會繼續使用 但是就會跟進調查 並且與聯邦衛生部合作 在有需要的時候會調整疫苗接種計劃 而省府昨天宣布了藥房會啟動疫苗注射計劃之後 今天已經有藥房開始為60至64歲的人士注射 在士加堡丹佛路一間SOPUS的藥房外面有人排隊 很多接種的人都說他們聽到阿斯利康疫苗 因為出現問題被丹麥政府叫停 但是他們不擔心 他們覺得接種疫苗總比不接種安全 丹佛路上面的這間SOPUS 由於地處繁忙街道 車來車往人來人往 藥房周邊的停車場都泊滿了車 中午時分在藥房外面排隊等候接種疫苗的人 大約有50人 很多店員在現場維持秩序疏到人流 並且要求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若防一個女職員拿著表格 是跟每一個排隊的人登記信息 他說這麼多人排隊 是因為很多人都沒有提前預約 我現在要每一個人的信息都要去核實 看看他們是否符合年齡規定 而且跟那些沒有預約的人士即場登記 排在最深的華裔男子說 我知道這個地點接種疫苗不需要事先預約 所以特地走來 花多一些時間排隊無所謂 只要能夠接種到疫苗 那就安全了 他說 看現在疫情的情況 短時間都不會結束 接種疫苗肯定是最安全的防疫手段 至於說 阿斯利康疫苗因為出問題 被丹麥政府叫停 我不覺得擔心 我之前做齊功課的了 哪款疫苗都沒有百分百有效 阿斯利康疫苗是傳統的疫苗 就好像流感疫苗一樣 技術上其實是更加成熟 應該不會出問題 藥房裏面 一個快要輪到接種的白人女士 就說 我今早就接到藥房打電話來通知我來打疫苗 約定的時間是下午1點 排了大約20分鐘就輪到我了 情況還可以 至於阿斯利康疫苗出問題的消息 我不擔心 因為我知道阿斯利康是傳統疫苗 有二十多年的疫苗研發經驗 出問題 可能是特殊例子 不是普遍性 現在又說出現了變種病毒 接種疫苗 無論如何都比不接種安全 除以洪區的Oshawa 昨晚一個商場停車場 有多人聚集 要警方到場區殺人群 渡蘭區處理警長表示 在昨晚8點半 收到幾個市民的報案電話 只有很多車在一個小型商場集見 當時有近300人聚集 而根據紅區的限制 只將25人在戶外聚集 警方於是迅速到場 並派出直升機支援 當警員到場之後 大部分聚集的人士馬上離開 警方當晚並沒有檢控任何人 警方又說 隨著天理續戰回暖 相信市民聚集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隨著安省多地的餐館恢復堂食 多倫多亦心急 市長莊德里今天說 他希望目前處於五色防疫制下灰色區域的多士 儘快移到較寬鬆的紅色區域 他表示不希望多士 留在灰區比較長的時間 我雖然不想明天就出現變化 但我的目標是儘快走向紅區 他說 由灰入紅可以比商界較多的鬆動 例如參館酒吧的堂食 一些個人服務恢復營業 有人注意到 莊德里這番話似乎表明 他對多士疫情前景的看法發生變化 過去幾個月來 他比較傾向嚴厲的措施 就在幾個星期前 就是他全力支持首席醫療官德維拉 將多士居家令延長了兩週 莊德里表示 能否如願移入紅區 主要看四方面的情況 1.公共衛生形勢 2.人的心理狀況 3.大多區的整體狀況 4.工商業 經營情況 多士本週一開始進入配區 但那些人很快發現幾乎沒有什麼變化 雖然非必需要服務零售商店 可以開25%的空間 但那些人渴望的都沒有開放 例如入餐廳吃飯 剪頭髮 修夾 健身 今天是新冠肺炎被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全球大流行一周年的日子 加拿大政治領袖都發表了講話 紀念因為疫情而逝世的人 他們讚揚衛生領域和其他前線工作人員 在這場公共衛生危機裡所作出的貢獻 總理杜魯多在眾議院講話的時候 這一年是艱難的一年 是令人心碎的一年 但是也是我們共同面對的一年 這個是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的 全世界有超過250萬人死於新冠肺炎 現在的死亡人數就超過了22000人 CBC最近一項調查發現 全國被拖欠的罰款額總共有13億 多倫多市府法庭服務主任說 有些罰款可以追溯至80年代 單是它主持的多市法庭服務部門 就被拖欠了5億5000萬的罰款 這些被拖欠的罰款不單止得細數目 例如維麗泊車又或者超速 12年前 在當時發生的丙原炸爆炸 導致兩人死亡 12000名居民需要搬遷 邵氏公司和其中的兩名董事被罰530萬 加上2300萬對受影響居民的賠償 他們至今還未交罰款 省政府將追溯的責任下交給市政府 而市政府就運了追溯公司負責收錢 但相關公司還未對邵氏公司 和兩名董事進行民事執法 多倫多市政府 有一億罰款被拖欠了超過20年 根據2018年安産中心的資金一份報告 是多倫多有一萬人 每人各拖欠了25項華以上的國內罰款 大部分都是為例泊車 又或者是跟駕駛有關 多倫多警察協會負責人就說 情況令人震驚 根據阿極罰款如果可以收回 可以幫布市府的預算 又或者可以拿來作行新的投資 有中國媒體報道 被中國扣押的康明海和斯柏佛 近期將會面對首次的審訊 不過加拿大環球事務部發言人說 加拿大外交官到現在未收到 任何有關法庭聆訊的通知 亦都不了解任何已經設定的審訊時間表 康明海和斯柏佛在2018年12月被中國關押 一直到現在已超過兩年 據中國環球時報的環球網報道 康明海、斯柏佛因涉嫌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犯罪 在2020年6月被提起公訴 據消息人士向環球時報環球網透露 中國司法機關將於近期對上述案件進行一審 將來可以回到旅行 大家如果要坐機場接運 UPExpress 但是不記得增值Presto的話不要緊 因為Metrolink在今天宣布日即日起 乘搭機場接運的乘客 可以直接用信用卡在收費機上拍卡付錢 不過如果不怕麻煩 仍然可以選擇買票或者用Presto卡來付錢 Metrolink說這類免俗式的付款方式 會先在機場接運試行 然後再逐步推廣至高系統使用 Metrolink又說跟Presto一樣 乘客在一程車內 當用了某一種支付方式之後 全程就需要用相同的方式來支付車資 在拍卡的時候 你應該將卡在銀包裡拿出來 不要直接隔著銀包拍卡 避免不小心扣了另一張卡錢 當局也在研究在TTC的系統上 用新支付車資方式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的氣溫約負1度 明天的平均氣溫約10度 今晚的油價是125.9 明天預計會升8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全國人大會議是今日閉幕 表決通過修改香港選舉制度的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制度的決定措案 票數為2895票贊成 零票反對、一票棄權 根據新華社的報導 決定共有9條 主要決定包括 選舉委員會增加至1500席 踢走區議會界別 設立香港特區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 負責選舉行政將官候任人 及立法會部分議員 以及提名行政將官候選人 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事宜 香港特首需要得到選舉委員會 全體委員過半數支持 並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行政將官候選人 需要得到不少過188個委員聯合提名 而且每個隔離參與提名的委員 不能少過15人 選舉委員會會以一人一票 不記名的投票方式 選出行政將官候任人 行政將官候任人 要得到全體委員過半數支持 而立法會議員 每屆會有90人 通過選舉委員會選舉 功能團體選舉 分區直接選舉 三種方式分別選舉產生 但未有列明 每種選舉方式 將會產生的議席數目 決定自公佈之日期實施 香港電台今天播出的一集《議事論士》 在播出前15分鐘突然被抽起 改為從播舊節目《翠月教室》 原本應該是今天播放的一集《議事論士》 是討論中央修改本港選舉制度 由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主持 訪問立法會前議員李華明 和國際政治學者袁尼昌 李華明回覆本部時說 他在節目上曾批評中央 修改選舉方法是大到退 而袁尼昌就說 港台在星期二邀請他做訪問 他今早去到港台拍攝 對港台即日抽起節目感到極為差異 又說在訪談期間 節目監製已經測試節目尺度 沒想到仍然不可以播放 形容港台抽起節目的做法是退步 而港台就回應說不評論個別個案 重新是為了加強編輯管理 以回應港台的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的建議 謝謝 我確保了 請客分 這個兩位,看這邊 你們坐冰 我沒寫了,抱歉,打錯了 先去酒冰 我真的請加敏喝的那杯珍珠奶茶 因為知道加敏剛剛第一天出來做主持 一定會有點緊張 前晚我突然開帖說心情很激動 所以第二天希望可以請她喝東西為她打氣 但我真的不夠細心 不好意思 沒有遇過你生氣期 所以就沒有準備到熱珠鼓勵 下次會準備的了 放心 謝謝你 你倆心機女 你倆都可能有時候被標籤了 剛剛我又說 心機女凡事都有兩面看 有好亦都有不好 其實我拍了四集 暫時拍了四集 得到的資訊就是 不斷每一集重複一個問題 有機心的人 無論男還是女 是不是不好呢 其實又不是 如果你是想追求一個人 或者是有些目標你想達成 有機心其實是一件好事 令到你的人上進一點 如果你說你要將機心使用在利用人身上 或者是 無論如何有些負責的東西去傷害人 那是不應該的 還有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 例如有工作和自己的東西 我們其實對任何的工作機會都很樂意 還有這次這個節目也確實很有趣 很直接探討 所以其實我們就要期待 興奮 加上我是人生第一次有一個主持的崗位可以做 我更加不退 做你的節目之後會不會覺得對方其實都是心機女 認不你會不會覺得郭嘉敏和光臨那些事情是否 剛才嘉敏也有解釋過 其實心機女是可以一個很正面的標籤 例如 我好像叫人家打電影都叫做心機 其實心機可以代表你有沒有心思 有沒有努力去做 我們這麼多位主持 或者我們認識的這麼多位同事 其實一向都對自己的工作或者表現 是擺很多心思 很努力地去希望做到最好的 所以大家都是心機女 拍那張照片究竟是怎樣 有沒有P圖的動作 其實那張照片是由我助手幫我們拍的 所以那張幻圖在我助手的電話裡面 我覺得大家還執著是否P圖的關係 可能只不過我們各自的編輯風格各有不同 還有拍照各個都不同 因為我在場也有其他同事有拍照 對 還有審美的眼光很主觀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我從來沒有說過我的照片 是沒有P圖沒有filter的 如果我有P圖我是很大方承認的 我可能P了假裝沒有P 因為觀眾眼光這麼雪亮 是一定會看到的 但我覺得其實也有回去想 底序最重要的 所以我今早特地六點半起床 出去跑步 出了一身航去水腫 這樣就自然不需要P圖 都會照片更漂亮 C啦 還有就是瘦一點 還有不要叫我師姐 我是童年的 而且你14年就要入行 又拍港台的劇和電影 沒有那麼早 我沒有遺跌這樣寫的 那時候我還在大學讀書 我都沒有選港姐 所以其實叫你師姐才對 我16年才選 主持人 你的確是前輩 我都要跟你學習 互相學習 所以要看 對 但是你們兩個之前 都有很多不和的傳聞 那你現在做了一個節目 會不會愈搞愈和 直接影響了你們兩個的形象 其實由頭到尾都沒有這個事情發生 但是大家總是要這樣繼續發酵 繼續抹黑這件事 其實我也謝謝這件事 但是如果不是因為大家的繼續發酵 惡言抹黑 我應該是沒有這個工作機會 所以其實我也要很感謝大家 其實除了監製 編劇和導演給這個機會 我也要感謝大家給這個機會 我可以和師姐合作 給我接觸一下 做主持人都是香港人的 你真的不要叫我師姐 我受不起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用行動證明就會追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訂閱和讚好支持我們